欧洲联盟一个法院今天裁定 科技巨头谷歌应滥用线上广告市场主导地位 而遭欧盟财罚款撤销 欧洲联盟一个法院今天裁定 科技巨头谷歌应滥用线上广告市场主导地位 而遭受欧盟财罚的14亿9千万欧元罚款撤销 法新社报道 法院发声明说 普通法院撤销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所有裁定 并表示职委会的评估犯错 欧盟普通法院表示 职委会就其认定有滥用情势的合约条款期间进行评估时 未能通盘考量所有有关的情况 主管竞争事务的欧盟职委会表示 注意到此事 将严审研究判决书并就后续行动进行考虑 可能包括上诉 另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普通法院今天基本上确定 欧盟对美国晶片制造商高通公司的反垄断罚款 不过金额由原先的2亿4200万欧元 小幅下调为2亿3870万欧元 欧盟执委会2019年 以高通于2009年到2011年间 用低于成本的定价售卖晶片组 借此排除主要竞争对手为由而采罚 英国手机软体制造商目前是辉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高通曾审辩 本案件对于3G基屏晶片组 仅占通用行动通讯系统市场的0.7% 因此不可能把竞争对手排除于市场之外 不过普通法院表示 经详细检视高通做出的所有抗辩 除了有关罚款金额计算所提的意义之外 其他全部驳回 但高通仍旧法律变点上诉欧洲最高法院 需要置費 ? A E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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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